威威的男朋友姓林 比威威大三岁 父亲是煤气公司 一名工程师 年纪虽不大 但因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 身体垮了 便提前退休 让儿子顶替 在下面基层单位 做修理工 小林白天工作 晚上自修 她曾经考过一次大学 可惜落地了 现正在准备 下一年再考 由于考试落地 又由于和张永红 也是落地的初恋 她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 言语又不多 正好和威威形成互补 威威的简单的活泼 无疑是对她起好作用的 她的沉默寡言 也可抑制 威威的浮躁 使她变得稳重一些 总之 她们是天生的一对 真是没笔的和谐 像威威这样 没心没肺 不用脑子的女孩 倒能忠实地 听凭自己的本能形式 这本能一般都骗不了她 不会给她亏齿的 到头来 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好结果 而聪明如张永红 本能是不起作用了 那点聪明又还不够用 难免会犯错误 倘要是大智大会 则是将本能化为理性 还是跟着本能走 就像是两次否定一样 所以 还是威威这样的好 省得绕圈子 王七瑶看见 小林第一面的时候 就禁不住地想 这才叫糊涂人 有糊涂福呢 威威不说 王七瑶也猜得到 小林 先是张永红的男朋友 但她也没觉得有什么委屈 她倒还替张永红有些遗憾 觉得她没有眼光 小林 家住新月路上的公寓房子 那是一条安静的马路 连因遮地 有着城市难得的鸟叫 来自附近的花园 那是昔日上海大亨的 一所偏宅 因此 小林的脸色看上去 就清洁一些 也安静一些 没有闹事喧嚣 所落上的骚动 与浮躁 是好人家孩子的面香 她家的公寓 王七瑶不用进也知道 只凭那门上的铜字码 便沽得出 里面生活的分量 那是有些固若金汤的意思 然而 也挡不住时间讨喜 世事变迁 那门内的房间 已经有些分崩离析了 有的来自外里 文化革命中的抢占房屋 还有的源于内部 比如兄弟生戏 分门立户 倘能避免这两劫 那就至少 还可再保持一代人的好日子 那是安定 康乐 殷实 不受侵扰的日子 是许多人 争取一生 都不得的 这一日 王七瑶很郑重地 请张永洪来 向他打听小林的情况 这并不是王七瑶的本意 小林的情况 又不经巍巍 这张快嘴说的 三言两语 便一清二楚 王七瑶 其实是向张永洪召会 明确巍巍 和小林的关系 他对张永洪 存着戒心 怕他会后悔当初 再来插足 王七瑶小的 巍巍 远不是他的对手 况且年轻人的情感 本就容易死灰复燃 因此 将张永洪来 也有安抚的意思 张永洪 没来之前 就猜出王七瑶几分意思 一经他提起话头 便大表撮合之意 完全是介绍人的姿态 王七瑶不禁暗叹 这女孩子的聪明和骄傲 但他毕竟是个孩子 比不上大人的原话 表演得过火了些 还是露出不自然的马脚 王七瑶看出他的失落 又想到没有大人为他做主不说 倒有大人同他做法 不觉惭愧和内疚 便放下了那话题 问他究竟有没有谈妥一个男朋友 张永洪 先是一争 接着便沉默下来 王七瑶说 那么多男朋友 难道就没一个中意的 张永洪 还是不说话 眼圈却红红的 有点触动心事的样子 王七瑶叹了口气又说 我还是那句老话 别看这一时争先恐后 一眨眼 便做鸟兽散了 女人哪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到最后被搁置的 其实都是你这 漂亮聪明的女孩 张永洪低着头 半天才说 你看哪个好呢 王七瑶 被她的孩子气逗笑了 说 怎么要我看 你看才做数的 张永洪也笑了 带几分撒娇地说 就要让你看 王七瑶说 我不看 我看不来 张永洪便说 你替薇薇看得来 替我就看不来 这话虽是无心 也叫王七瑶尴尬了一下 她停了一会儿说 其实我对你说的这些话 对薇薇 倒是从没有说过 你比她聪明 我怕的是 聪明 反被聪明 张永洪不做声了 两人相对无言的 又坐了一会儿 张永洪就告辞了 其实 薇薇的男朋友 想林 已经进入 复习领考的 关键时刻 与薇薇的见面 自然减少了 每天晚上 王七瑶看见薇薇 百无聊赖的样子 心里 不免有些担心 想那 复习领考 会不会是个托词 再一想 自己女儿 又不是个老姑娘 还怕嫁不出去 可一颗心 终是有些放不下 这一天晚上 已经十点钟了 薇薇 已经洗过早上床 不料那小林 却在前楼窗下 一声叠一声地叫 薇薇 穿着睡裙跑下去 去了就不回来了 王七瑶想 她穿着睡裙 也不会跑远 就借买为香做油头 锁了门 到弄堂口去找 刚出小弄堂 便看见 前边横弄口 一站电灯下 站着那两个孩子 隔了一架自行车 在说话 薇薇总是疯疯傻傻 张牙舞爪的样子 老远就能听见她的笑声 王七瑶 又悄悄退了回去 再推开那房间门 心是放下了 却觉着发空 也是那空房间 衬托的 形影相调的情景 那面梳妆镜 更是不堪 里面外面 都是一个人 照了 不如不照 正站着 楼梯上 一阵劈里啪啦声 是薇薇 穿了拖鞋的脚步 问她小林这么晚 来做什么 回答说是 看书看累了 来找她说几句闲话 放松放松 王七瑶就说 以后 让她上楼来做 吃点西瓜什么的 薇薇说 谁家没有西瓜呀 下一次小林再来 把薇薇叫出去 站在路灯下说话 王七瑶 就借故走过去 对薇薇说 她出去买东西 房门也没锁 到家里坐坐 替她看一会儿门吧 薇薇 只得带了小林回家 嘴里嘀咕着 说她怎么出去不锁门 两个孩子上了楼 东说西说的 王七瑶也不回来 渐渐地 倒把她忘了 很是自由 小林在她家房间里 走来走去 指着呢 桃心木的五斗厨说 这是一件老货 又对了梳妆桌上的镜子说 这也是老货 一点不走样的 薇薇就说 有什么镜子会走样 小林笑笑 不与她分辩 又去看那 猪罗沙的账子 结论是 又是一样老货 薇薇对她质问道 照你这样说 我们家成了旧货店了 小林知她理解错了 却并不解释 这时 王七瑶 从楼梯口上来了 手里 拿几块冰砖 又进厨房 取了盘子 勺子 分给他们 两人都有些拘谨 不再说话 王七瑶就问小林 书温得怎么样了 考场设在哪里 十有八九 是由微微抢着回答了 小林来不及 说一两句的 只得低头看那 碟子上的花纹和金边 想这样的细词 如今是再难见了 这小林 虽然年轻 却有着一股怀骨的心情 看什么都是老得好 倒不是说她 享用过他们的好处 而是相反 正因为 她没有机会享用他们 那些老日子 她都是听父母们讲的 她那样的公寓 谁没有一点好回忆 小林在微微家 看到了些老日子 虽是零星半点 却货真价实 王七瑶又对她说 以后来找微微说话 就上楼来 不必客气 站在路灯底下 难道是微蚊子 小林就笑了 微微却说 人家又不是客气 人家是不认识你 王七瑶听她这话 说得失分寸 便不搭理她 收拾起碟子 进了厨房 小林 也起身告辞了 往后 小林来了 便不在窗下 一声高 一声低的喊 而是静止上楼来 在楼梯口喊一声 王七瑶 总是找个借口 让出去 给他们自由 过上一段时间回来 也是为了 替他们做点心 做完吃完 小林也到了 回家的时候 这是能叫人 安心的夜晚 尤其是在决定 命运的考试 来临之前 可使人分出心去 注意一些 细枝末节的东西 这是些和命运无关 或者说 给命运打底的东西 平时 谁也不会注意 那就是 日常生活 王七瑶 有一种本领 他能够将日常生活 变成一份礼物 使你一下子 看见了他 这时你会觉得 哪怕是退一万步 也还有他呢 这礼物对一般人 比如 像薇薇 还显不出好处 因他们本也是 无所谓进退的 可对于小林 这样求胜心切的 却无疑 是一铁良药 到了临考前的几天 小林几乎天天都来了 由于紧张 也由于要克服紧张 小林变得话多起来 因薇薇 多半是有些胡搅蛮缠 或是不懂装懂 所以小林的说话 大半是对了王七瑶的 他告诉王七瑶 他父亲 原是一个孤儿 在徐光启创立的 天主教学校里 有一日 学校来了一个老人 要听孩子背圣经 将背得最快最好的一个 领为养子 这孩子 便是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 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曾在美国留学 如今 他一心希望 他的孩子 能上大学 事业成功 可上面两个大的 一个下乡 一个进场 都与读书无缘 希望 就寄托在他身上了 王七瑶听后便笑道 凡天下父母的希望 都有些言过其实 说到底 都是要儿女好 因此 你也不必顾虑他们太多 只想着自己尽力就行 再说 他们要小林你考大学 也是因你实在是读书的料 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 你要光想着他们 倒把自己给忽略了 他这一番话 不是替他开示责任 而是让他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小林听了 心里真的霍朗了一些 情绪也安定了 这话匣子一旦打开 就关不上了 他继而向王七瑶 介绍他的母亲 一户中等人家的女儿 缩衣 结实地 供他读完 中西女中 薇薇在一旁 早就不耐烦了 嚷着要出去逛马路 小林 只得截住了话头 却是恋恋不舍的样子 薇薇登登地下了楼梯 小林跟在后面 一走到弄堂里 薇薇就说 你和我妈倒有话说 小林说 这有什么不好吗 不好就不好 小林见他 无理可讲 一扭头 推上自行车走了 两人不欢而散 就这样 考试的日子到了 考完后的下午 小林不回自己家 倒从考场 直接去了薇薇家 王七瑶见他来 一边端出 绿豆百合汤 给他消暑 一边 就到公用电话 打电话给薇薇 让他提早下班回来 经历一轮考试 小林竟瘦了一圈 精神还不错 问他考得如何 只说还可以 见他按耐着的样子 知他是有话 要等薇薇来说的 便也不多问 给他找了几张报纸 看着 不一会儿 薇薇进门了 高跟鞋一踢 抱怨着可和热 竟像是他考试回来 小林 等他问些考试的事情 他也不问 却问晚上有什么电影看 说已经有好长时间 没看电影 又说如今 已流行一种 什么款式 再不赶上 就过时了 王七遥有些看不下去 只得带薇薇 向小林提些问题 有哪些题目 回答得如何 等等 小林这才得以报告 考试的情形 虽是以平淡的口气 却依然流露出兴奋和激动 尤其是外语这一门 几乎连他预袭的三分之一 都没有考到 自然得心应手 薇薇听了 也很高兴 闹着要小林 请他吃红房子 王七遥便阻止说 小林还没回过家 大人都在等他 再说 又不是接到录取通知了 分明是敲竹杠嘛 小林却说无妨 家里可打个电话回去 至于录取不录取 那也由不得他 总是谋尸在人 成事在天 他总归问心无愧了 虽是豁达的话 也是要有十二分 把握撑腰的 王七遥便游他们去 两人走到门口 小林又回过身说 薇薇妈妈 也一起去吧 王七遥自然是推辞 实在推辞不掉 薇薇又说些不耐烦的话 使局面有些尴尬起来 王七遥就说 也好 不过 由他请客 算作 靠劳小林吧 然后 他让他们先走 他随后就到 等他换了衣服 拿了些钱 来到红房子西餐馆的时候 已是七点钟光景 夏天的黄昏 总是漫长 太阳已经下去了 光还在街道上流淌 这种黄昏 即便一千年过去 也是不变 叫人忘记时光流转 这一条冒名路 也是铁打的岁月 那两侧的玄陵墓 几乎可以携手 法国式的建筑 虽有些沧桑 基本 却本意未改 沿着他走进去 看见那拐角上的剧院 是会有些 曲中人散的伤感 但也是花团紧簇的热闹之后 有些梦影花魂的 这一路 可真是永远的上海星 那天光 也是上海星 他看见了 绿兽后面的红房子 想着名字也起得好 专叫人不老的 这时 露灯亮了 黄黄的 反倒将天 映出了夜色 蒙着层薄雾 王岐遥隔着餐馆的玻璃门 就看见了 薇薇和小林的身影 两人头对头地看菜单 有一些灯光 照着他们 王岐遥 不觉停了一下 心想 几十年的岁月 怎么就像在一转眼间呢 他推门进去 走到他们面前 微微 见他的第一句话便是 还打你不来了呢 口气里 是有些嫌他来的意思 王岐遥却作不知 反是说 说好请你们 怎么能不来啊 接着就是微微点菜 大包大揽的 专检贵重的点 是向小林摆阔 也是敲母亲竹杠 王岐遥本想随他 但见他太不顾自己面子 有意要给点颜色 便将微微点的菜 做了番删减 又换了几位 价廉物美的 微微难免争辩 王岐遥就说 你不要以为贵就是好 其实不是 说起来 自然是牛尾汤名贵 可那是在法国 专门饲养出来的牛 这里哪有啊 不如洋葱汤 是力所能及 到比较正宗 这一番话 把微微说得哑口无言 从此就不开口 沉着脸 小林 却听出这话里的见识 也是和老日子有关的 便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王岐遥则是有问必答 百问不厌 转眼间 面前摆满了大盘小蝶 白瓷在灯光下 闪着柔和的光泽 有一些稀薄的热气 弥漫着 哈着人的眼睛 眼里就有些湿润 窗外的天全黑了 路灯像星星一样亮起来 有车和人无声的过去 树在晚风中摆着 把一些影 把一些影一阵阵地投来 梦谦浑赢的样子 这街角 可说是这城市的罗曼蒂克之罪 把那罗曼蒂克打碎了 残片也积在这里 王岂尔有一时不说话 看着窗外 像要去找一些熟视的人和事 却在窗玻璃上 看见他们三人的印象 墨片电影似的在活动 等他回过脸来 一切就都有了声色 眼前这两人 可真说得上是天生的般配 却是浑然不觉 王岂尔静静地坐着 几乎没动刀叉 他寝不住有些纳闷 他的世界似乎回来了 可他却成了个旁观者 舞会上 那安静地坐在一边 很甘于寂寞的人 就是王岂尔 他守着一堆衣服和包 脸上 带着些宽容的微笑 看着舞场中的人群 似乎是在说 你们都跳错了 但也无妨 一个晚上 他也会有几次出场 和他做舞伴的 是几个年轻的男女 当你靠近他们 便可听见他轻声的指点 才晓得 他是教他们来的 你还没有足够的经验 为他的舞步做评价 只觉得 他的从容和震惊 在这种年轻人 成堆的地方 能保持这风度 着实不容易 像他这样年纪的人 无论男女 在每个舞场 平均都有一个或几个 专为舞会 导塑历史的 他们为舞场 带来了绅士和淑女的气息 是三四十年前的 虽然不起眼 却是舞场的正传 他们上场时 一律表情严肃 动作一丝不苟 初看上去 你会以为 他们是把跳舞当工作 本着负责的精神 可再往下看 你就在他们的举手投足间 看出了心底的快乐 这快乐 不是像年轻人那样 如水漫流 而是在渠道里流淌 不是张扬 却厚劲很足的样子 相信之下 年轻人那快乐 就只能叫做疯狂 这时你会明白 拉丁舞的妙处 他将人的好情绪 严格规范在 有序的动作中 使其得到理性的表达 他几乎是含有哲学的 要看懂他 不容易 因此 这些人物在今天的无常里 无一不显得落落寡河 这时节 迪斯克还没有流传来 可年轻人 已经没了耐心 他们跳起舞来 大多动作草率而冲动 他们喜欢快速的舞曲 因为那能蒙人 也能蒙自己 他们太急于攫取 跳舞的快感 不管会不会的 跳起来再说 他们不晓得 约束的道理 那是可使快乐 细水长流的 并且滋生繁衍的 他们太挥霍了 往往收支不能相抵 一夜歌舞 不够一夜用的 于是 他们便一夜连一夜 是预知快乐和激情 但那疯狂劲 真是能感染人 在旁边想坐也坐不住 心砰砰跳着 血涌上了头 有一次 是屈正邪举办的舞会 小林搞来入场券 几个人又去了 在这里 王岐瑶看见了 真正的拉丁舞 和以前去的舞会不同 这一次 来的有一半 是年过半百的老人 他们穿着灰或者蓝的 家常衣服 熟人和熟人 围坐一桌 舞场设在饭厅 空气中 有着油烟的味道 地也脏了 重新脱过 又撒上一些滑粉 显得邋遢 天花板熏黄了 可是 那一周边缘 却是文艺复兴风的花样 郎柱 也是罗马式的 还有迎向花园的 拱形落地窗 灯光 大亮着 倒不如暗些 好遮一遮 那个旧 这一亮 便什么也逃不过眼睛了 连那脸上 手上的老年般 都历历可数得清楚 后来 音乐响了 从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里放出 沙沙哑哑的 在空阔的大厅里 显得有些软弱 两三小节过去 便有几对上了场 缓缓地滑行着 在那高大的穹顶之下 人变虚变小了 就像个小人国似的 可这些小人 全是舞蹈家 有过几十年舞蹈的经验 那舞姿 全是炉火纯青 别看他们不动声色 内力 可是胸有成竹 路数 全在心中 这是三十年不跳 也不会忘的 因为学的时候下功夫 练的时候也下功夫 虽是小人国 可那脸上的表情 却跃然入目 几乎称得上是肃木 你晓得他们心里 在想什么吗 你晓得他们眼睛里 看见了什么吗 这真是猜不透 他们看上去 都有些背喜交集似的 背的什么 又洗的什么呢 年轻人 都有些色索 不肯下去跳 再跳的 也放不开手脚 金凡的舞池 被凝重的气氛笼罩 这些头发花白的舞者 都是没有年纪的人 无论古今的 这大厅 也是无骨无筋 拉天舞 真是了不起 它有穿越时间隧道的能力 无论是旧 是老 是骆驼 是沧桑 有了它垫底 就都化腐朽 为神奇 变成了高尚 王岐游 怂恿 威为他们去跳 自己坐在那里面 自己坐在边上 有风 从落地窗里吹进来 他看着眼前的场面 觉得就像是 从三十年前 照搬搬过来的 只是蒙了三十年的灰垢 有些暗淡了 他甚至看得见 旧窗外上 有成缕的灰尘 缓缓地飘落下来 坠入画面 消失了踪迹 等年轻人渐渐加入进去 那画面的颜色 才鲜明起来 有几个是身着盛装的 虽和陷阱不相配 跳得也不怎么样 可那衣袖群居 却不由分说的 夺人眼睛 青春也是夺目的 只那么几点 便将气氛活跃起来 有些乱 分明是错了节拍 却也顽强地向下走 直到曲终 还有误以为 舞步就是走步 于是纵横交错 满场地缩行 正跳着 忽然来了两个台 汽水箱的人 号召人们 凭入场券 去领汽水 于是就有等不及的 从舞蹈的人 从中穿越 去领汽水 拔瓶盖的声音 连成一片 还有人自作主张 跑到录音机处 将奏到中间的舞曲 按停 换上自己带来的磁带 叫人停不了 又接不上 好了 这下全来了 连那民间的山歌 都做了快四步跳 方才那古典派的一幕 则做了鸟兽散 七零八落的 王岐尔正坐着 忽有人来请他跳舞 倒是一位老先生 这时舞会 已到了将近尾声的时分 有些如火如荼 渐渐不分你我 天下与共的气氛 王岐尔 王岐尔缓缓 被带入舞池 前后左右 都是人 却谁也不看谁 沉浸在各自的舞步中 虽是同一支舞曲 但每个人都觉得 是自己的 各有各的跳法 这老先生的舞步 就像是智竹 长了便觉出 那步子里的节律 在一片活跃之中 这样的舞步 就像是海里 不动的礁石 王岐尔 从这老人的舞步里 就已经辨别出 他是哪一类人 是那种规规矩矩 兢兢业业 持一份殷实佳业 娶一位贤良太太 为了应酬 才涉足无常的 好好先生 当年 那些未嫁女儿的 操心的父母们 眼睛 都是盯着 这类先生的 如今 他已满头白发 衣服也改了样子 舞曲终了 正好将王岐尔 送回原位 老先生 轻轻一握他的手 然后松开 微微一合手 转身走了 随后 最后 最后一支 舞曲响了 是《魂断蓝桥》的插曲 《一路平安》 除了单位举行的舞会 还有一类家庭舞会 房间稍大一些 再有个录音机 便成了 张永红 新结识的男朋友小沈 就常组织这样的舞会 也不是在他家 而是在他的朋友家 有一回 也邀请王岐尔去 说是 请他教大家跳舞 王岐尔说了声 他能教什么呢 就跟着去了 小沈这朋友 竟是住在爱丽丝公寓 也是底层 不过是隔了两个门牌 虽然是晚上 周围又变得厉害 可王岐尔 一进那个院落 便认了出来 他奇怪 自己这么多年里 却从来没有再来过一回 倘若不是今晚来跳舞 大约一辈子 也走不到这里 说起来 才是三四站公共汽车的距离 倒像是隔山隔水似的 有时候想起爱丽丝公寓 就好比上一世的事情 小沈这朋友的一套公寓 虽也是底层 隔间 却有些区别 有两个卧室 客厅也多了个 手枪柄式的一角 这朋友的父母姐妹 都陆续去了香港 上海 只她自己一人 住这么一套房子 虽然卫生煤气 一应俱全 却没什么烟火气 来了这些人 也不烧开水 放了一桌啤酒和汽水 王七瑶他们倒是 已经有几对人来了 在音乐声中 缓缓起舞 也不知谁是主 谁是客 人们都很熟悉的样子 自己到冰箱里拿冰块 听见门铃响 谁都去开门 进来的人 也像到了自己的家 甚至有一人 对跳舞没兴趣 自己跑进卧室 睡觉去了 说是请王七瑶 教跳舞的 其实没有一个人 来向他学习 都是自己管自己跳 王七瑶先有些不知所措 后来看大家 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也就放松下来 干脆拿出主人翁的姿态 跑到厨房烧了壶水 冲在热水瓶里 又找到茶叶盒 泡了一杯茶 然后找个角落坐下 接着又有几个 跟着泡了茶 也不问问是谁烧的水 天生该有似的 这时候房间里大约据了 有二十来个人 有人将灯关了几盏 只留下一盏台灯 昏昏黄黄地照着 有些人影投在墙上 黑森林一般 王七瑶坐在暗处 王七瑶坐在暗处 因没人注意 感到很自在 他想 他竟回到了爱丽丝 但爱丽丝 却是另一个爱丽丝 他王七瑶 也是另一个王七瑶了 王七瑶坐在沙发里 手里的茶杯已经凉了 他的影子在密密扎扎的影子里 被吞掉了 他自己都要将自己忘了 要说他才是舞会的心呢 别看他是今晚上唯一的不跳 却是舞会的真谛 这真谛就是缅怀 别看那些人 举手投足 舞步踩的地板蹬蹬响 岂不知 他们连舞曲的尾巴都踩不着 音乐只是音乐的壳 约翰斯特劳斯 退了一百年的禅退 扫扫扫有一大堆的 把那些群居 斩成莲花式的旋转 一百转 也是空转 里面裹的都是风 没有一点罗曼蒂克 那罗曼蒂克 早已无影无踪 只留有一些记忆 在很少几个人的心里 王岐遥 就是其中一个 那是一点想念罢了 哪惊得住 这么大死张扬的折腾 一折腾 就折腾散了 这舞会呀 开了不如不开 怎么着都是走样 就好像一个古墓 不出土还好 一出土 见风就化 在舞曲间歇时分 王岐遥听见窗外 有舞鬼电车 驶过的声音 从百乐门那边传来 她想 这 就是爱丽丝的夜晚吗 小林收到大学 录取通知书之后 为表示庆客 王岐遥拿出钱 让小林带薇薇 去杭州玩几天 小林却说 伯母为什么不去呢 王岐遥一想 那杭州 虽然离上海近 却从没去过 便准备一起出行 临走时 趁薇薇去上班 把小林 交到家里 交给她一块金条 让她到外滩 中国银行 去兑钱 并嘱咐她 不要告诉薇薇 如今 王岐遥对小林 比对薇薇 更信得过 有事 多是和她商量 也向她拿主意 而小林呢 凡事 也是多和王岐遥商量 和薇薇 是玩耍快乐 要遇上心情不好 倒更愿意 同王岐遥亲说 可以得到些安慰 在内心里 小林 要说是将王岐遥 当未来的岳母 还不如说是 当朋友 王岐遥 也至少是将她 当半个朋友 看的 她有时甚至 会忽略 她的年轻 同她说一些 自己的心情 当她将金条 交给小林的时候 她犹豫了一下 要不要告诉她 这笔财产的来历 这可是个大秘密 王岐遥这几十年里 积攒了多少秘密呀 她听着小林 下楼出门 进中午时 便回来了 送还给她 一打钞票 于是 那隐秘往事 也像对了现实的 不提也罢 小林 也并不多问 这城市里的财富 也像密文一样 明不见经传 像小林这样的 上海老户人家 自然是明白这些的 王岐遥 留她吃过午饭 便回家了 在杭州玩的三天里 王岐遥尽力做到 十项两个字 每天清早 她掀起来 走出宾馆 转一圈 他们住的宾馆 是在李西湖 她就沿着湖走 一直走到白堤 太阳把湖水 照得灼亮 身上 也出了一层薄汗 然后回来 路上 正和微微小林相遇 他们也是散步去的 她对他们说 等你们吃早饭啊 便走了过去 进到宾馆 这时 浴室里 还有热水供应 洗一个澡 换身衣服 下去到餐厅 坐一会儿 他们便来了 白天的活动 三次里 有一次她缺席 晚上的时间 统统给他们俩自由 微微直到十二点 才回房间 王岐瑶听见门响 便闭上眼睛 装睡 听着微微 碰碰撞撞的洗澡 刷牙 开灯 关灯 最后上床 转眼间 睡熟 响起轻轻的憨声 王岐瑶 这才敢翻身 睁开眼睛 那眼睛闭得 都有些累了 房间里 其实很亮 什么都看得清楚 那光 有一些极轻微的波动 想来 是从湖面上 折来的光 王岐瑶想着 白天去过的 九西十八剑 一派空山鸟语的意境 心想 去那里 做个女隐士 怎么样 样样事情 眼不见 心不烦 多好 那样的少人计的地方 一百天 都和一天一样 没什么过去和将来 也很好 但又觉着 现在再去做隐士 有些晚了 已经付出的那半生的代价 难道都算作徒劳 都不计结果了 岂不是吃了大亏 又岂不是半途而废 这样去 想那结果 当是什么 思想 却散漫开来 抓又抓不住 出现了些旁知错节 渐渐 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 他一睁开眼 便见屋内大亮 微微 已不见了踪影 才知自己睡过时间了 但也不着急 干脆慢下来 闭会眼睛 再起床梳洗 到餐厅那儿 等那两位吃早餐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眼看人家要收摊 只得匆匆吃了几口 走到大厅里等 还是不来 又到门外去等 湖水已有些争人 远望过去 苏堤白堤上 已有了游人的身影 慢慢地晃动 天上 有几丝浮云 一会儿就不见了 缠明起来 依然 没有他俩的身影 微微和小林 这天早上 是到六公园喝茶去了 然后直接乘船 游了趟湖 中午十二点 才回到宾馆 以为会在餐厅里 碰见王岐瑶 却没有 便自己吃了饭 再去房间 拿些东西 因小林 是与别人合房间的 所以东西 都放在 王岐瑶 母女的房内 一开房门 却见王岐瑶 靠在床上 看连环画 身边 还放了 有一打连环画 因没想到 屋里有人 先是惊了一跳 然后小林便问 伯母 有没有吃饭 王岐瑶 却像没听见似的 不回答 眼睛 看着连环画 手 慢慢地翻着 脸上 倒带着微笑 微微 物自拿了衣服 进浴室 去换装 小林又问 下午 一同去黄龙洞 看方竹吧 王岐瑶说 不去 脸上的微笑 抖得没了 小林停了一下 就解释说 早上 我和微微 沿着苏迪散步 走远了 就没回来吃早饭 王岐瑶 听了这话 不由得一阵委屈 涌上心头 眼圈也红了 震了一下 才说出一句 我也散步去了 说吧 又恼怒 恨自己 显出可怜相 便再加了一句 你不用来 向我汇报的 这时微微 从浴室里出来 冲着小林说 走不走啊 也不看 王岐瑶一眼 就好像 没这个人似的 王岐瑶 从连环画上 转过脸 看了他说 你是对谁说话 微微 被他问得一睁 朝他翻翻眼 不是对你说话 王岐瑶便冷笑了 你不对我说话 又是对谁说话 你不要以为你有男人了 就可以不把别人 放在眼睛里 你以为男人就靠得住 将来你在男人那里吃了亏 还是要跑回娘家来 你可以不相信我这句话 可是你要记住 他这漫不着边的一席话 把微微说急了 他说 谁有男人了 谁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 今天我倒要你把话说说明白 黄龙洞我也不去了 说吧 就在对面床上坐下 搁起腿来 望着王岐瑶 正式谈判的样子 这母女俩 向来不分尊卑上下 别人说他们像姊妹俩 还不仅因为 王岐瑶长得年轻 平日的口角就不少 就连小林这个外人 都亲眼目睹过几回 但今天的形势 却有些不同寻常 似是无来无由 吵不下去 却要硬吵 其实 是有着原委 一旦触动 可是个大难堪 小林看出 这场口角的危险 便过去 拉微微走 微微打开小林的手 你总是帮她 她是你什么人啊 话没落音 脸上就挨了 王岐瑶一个嘴巴 微微到底 是只敢还口 不敢还手 气急之下 也只有哭 这一条路了 小林 则往外拉她 她一边哭一边还说 你们联合起来 对付我 这一个下午 谁也没出去玩 大好的阳光 大好的湖光 山色 便在怨怒和抽泣中 过去了 小林 小林将微微 拉到她的房间 同屋的人 正好不在 于是便百般抚慰 与劝说 微微闹了一会儿 渐渐平静下来 抬起泪汪汪的眼睛说 小林 小林 你评评这个理 今天是我不对 还是她不对 小林 替她擦着泪说 自己妈妈 有什么对不对的 再不对 也是你妈妈 微微微又气了 照你这么说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 对不对了 小林笑道 我又没说世界上 然后 她沉默一下 又说 你妈妈 其实很可怜 微微便说 可怜什么可怜 小林也不与她争 只是望着窗外出神 停了一会儿 微微将她的脸 搬过来 问 你和她好 还是和我好 微微郑重的神情 使这荒唐无聊的问题 变得严肃起来 小林 亲了微微一下 反问说 我有必要回答你吗 微微也笑了 笑着笑着害羞起来 将脸埋在枕头里 不让小林看 两人这么说着话 时间就过得很快 到晚饭时间 小林对微微说 咱们去叫她 叫她吃饭 你要有点笑容啊 微微 偏就拉下了脸说 不会笑 正要出门 却听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 是王岐遥 她换了一身衣服 拿着手提包 脸色平静 说带他们去 楼外楼吃饭 等他们各自拿了 随身的东西 三个人 便下楼出去 太阳 正垂到街的上空 将整个杭州城 照得金光灿灿 自行车 就像金水里的鱼似的 穿行而过 西湖上 到冷清下来 游客大都上了岸 只有很少几艘船 在水上飘着 有飘到湖边的 与岸上的行人 对望的神情 似都带了些诧异 这时天空变得绚丽 云彩被西照 染成七八种颜色 铺展到天边 小林说要拍照 于是单人照 双人照的 拍了一气 天色 也纯净下来 到楼外楼 三人坐定 王岐遥 让他们两人点菜 自己并不发表意见 微微 渐渐缓了过来 开始活跃 说这说那的 王岐遥 有时也硬喝两句 都将下午的事 忘记了 小林 这才将掉了半日的心 放下来 松了口气 她一边替母女俩倒啤酒 一边很由衷地说 微微 你应当 敬你妈妈一杯酒 她把你养这么大 吃了多少辛苦啊 微微耍赖道 是她情愿 又不是我逼她生下来的 王岐遥笑着说 哼 我是逼你的 好不好 小林就说 我敬伯母一杯酒 花这么多钱 让我们来旅游 不料 王岐遥听了这些话 有些变脸 虽然还笑着 却是冷了下来 她喝了一口酒 并没说什么 就吃菜 微微自然不会察觉什么 小林却赶不安了 隐约觉得自己 说错了话 又不知错在哪里 这半日来 为了调解母女俩 已有些筋疲力尽 如今见这情应 竟是徒劳已尝 不免心灰意懒 便也慢慢地喝酒吃菜 一时上 只有微微在锅糟 兴致很高 且不察言观色 一顿饭 就她吃得高兴 晚上 王岐遥一人回到房间 也无事可干 便慢慢地收拾明天回去的东西 收到一半忽然一笑 心里说 原来是当她银行用啊 停了一会儿又问自己 她当她是什么呢 她丢下手里的东西 决定去洗澡 热水还没来 水龙头空空地吐气 她就让她开着 又回房间 躺在床上 不想 却打了个瞌睡 醒来时 只听见花花的水声 从浴室门里 涌出一团团的蒸汽 弥漫在房内 第二天 他们时常下午车回上海 车到北站 已是晚上十点 广场上人声鼎沸 路灯纵横排着 散布着辉煌的光 混沌顿地浮在 传动的人头之上 威威和小林 走在前边 王岐遥落后半步 小林不时回头照应 问她东西好不好拿 路好不好走 王岐遥就说很好 心想自己还没老到这程度 他们横穿广场 终于走到马路上 也是无头无尾的人流 最后终于回到家中 才走三四天 房间已激起一层灰来 几只米虫化成的鹅子 在左冲右突地飞翔 在左冲右突地飞翔